肖战和杨子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是一部都市情感电视剧,作为一部拍摄完两年的电视剧,在两年之后播出,还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,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,电视剧在国内播出的时候,德塔文持续破二,单日播放量破两亿,总播放量现在已经突破了三十亿。 另外,在V榜、V纸以及猫眼热度等权威榜单上,甚至湖南卫视的上星收视率方面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成绩都没有死角,除了剧情过硬之外,肖战和杨子两人对这部电视剧的加成也非常的大。 虽然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之前已经在VTV上面全球播出,但是,随着这部电视剧在国内取得好的成绩,开始陆续登陆全球各国的电视平台。 相信大家都记得,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刚刚开播的时候,韩国电视台ChainTV因为受到太多粉丝的询问,当时表示,正在积极接洽,希望在四月份播出。 现在时隔一个多月,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,根据电视台ChainTV的官宣信息显示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将会在5月2日登陆新频道。 从官宣前后的小表情来看,官方应该也松了一口气吧,官宣前严肃的语气,能感受到着急。 现在官宣定档之后,博文后面还加了一个开心的可爱表情,相信除了粉丝们以外,平台也非常的开心吧。 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播出的时候,肖战和杨子两人精湛的演技,圈了很多粉丝。 肖战在里面霸总又温柔的形象,让很多人都想一护一味,现在一护一味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,不知道这部电视剧能否获得韩国网友的支持呢? 读者朋友们,你们觉得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在韩国播出能火爆吗?